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憨,有人说他丑 没人能想到这个出身微寒,小学都未毕业的山里人 居然可以成为名声在外的影帝 他就是王宝强 八岁进少林寺,十五岁当北漂 二十岁矿井内拍电影,显示丧命 一举拿下鸡马奖 事业巅峰期,却遭妻子背叛 三年离婚大战,弃走了老母亲 王宝强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草根影帝王宝强 1982年,河北邢台一个破旧的农村小院里 王银生和刘焕帝夫妇迎来了儿子的出生 取名王宝强 看着又黑又瘦,哭声微弱的新生儿 再看看四处漏风的房子 刘焕帝哭得满脸泪水 他怕这孩子养不大 没想到王宝强不仅长大了 还特别有主意 六岁那年,他跟着村里的小伙伴 走四五里山路去别的村看电影 在村庙会搭的戏台上 王宝强透过发黄的幕布 看完了李廉杰的少林寺 电影里,少林和尚们武功高强 王宝强想到了走拿着鞭子抽自己的爹 自言自语道 如果我学会了武功 爹就再也不能拿鞭子抽我了 而且我还能演电影 回到家,他向爹娘宣布 自己要去少林寺学功夫演电影 父母只觉得儿子在做白日梦 没成想 王宝强对去少林寺学武这件事 有着不同以往的执着 好似走火入魔一般 每天软磨硬泡 有一次爹娘再次否定他的想法 他便独自一人跑到田里 转悠了一整天都没回家 直至躺在玉米地里哭着睡着 八岁那年 爹娘终于同意让他去少林寺 因为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他的学费 就这样 八岁的王宝强 成了松山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一学就是六年 在少林寺 他和二十多个师兄弟睡一个房 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跑步 压腿扎马步 下午学一点文化课 晚上继续体能训练 每周一二从少林寺到登峰市区 跑个来回 风雨无阻 有一次他扎了一天马步 累得忘记脱袜子 第二天起床时 袜子已经和脚底的血 粘在了一起 辛苦的日子里 王宝强经常想家 可是为了省钱 王银生从没来看过他 山下虽然有公用电话 王宝强也打不起长途 他只能给家里写信 放上自己的照片 刘焕蒂接到信 眼泪止不住 跟王银生抱怨 你不去看宝强 不关心他 也不知道这孩子 现在到底在那里 受什么样的罪 不过 王宝强的确见到了一些导演 他们为拍电影来少林寺取景 也会挑一些临时演员 每到这时 王宝强就默念 选我吧选我吧 可惜他年纪还太小 三年基本功练完 王宝强终于开始学习 拳法套路 上臂肌肉也越发结实 师兄们说 宝强快长成大人了 他很得意 长大了 把功夫练好 导演再来挑演员 我就有机会了 他还在每次和师兄弟们 照相的时候说 保存好 等我成了明星 这些照片就能用得着了 这些话 免不了引来一阵嘲笑 王宝强并不在乎 十二岁时 王宝强进了少林武僧团 出去表演能领一些补贴 又过了两年 他的拳脚功夫已经很硬 也攒了一些钱 于是告别师父和师兄弟 决定去北京寻找机会 去北京之前 王宝强先回了趟家 六年恍如隔世 他光着头走进家门 正在做饭的刘幻帝 一下没认出来 还问了句 你找谁呀 那时 王一生在外面打零工 一天只挣几块钱 王宝强跟他爹说了去北京当演员的想法 王一生问他有钱吗 王宝强回答 攒了点 王一生点点头 不再问了 只是男男说 去吧 也许能混点事来 北漂第一年 对王宝强来说 实在太苦了 到北京第一天 他就被坑走了一笔钱 之后找了间月租二十块的房子 在北沙滩 和另外五个男人挤在一起 房子都冷夏热 没法洗澡 王宝强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跑到北影厂门口等活 这里长年积满了群演 他曾经彻夜睡在北影门口的树上 只为早上来挑群演的剧组 一眼就能看到自己 幸运的话 他一天能赚到十五元 可以洗更多的照片 递给各个舞行和副导演 有一次 一个副导演当着他的面 直接把照片丢进了垃圾桶 还羞辱他说 就你这样子 就你这身高 普通话都不会说 还想当演员 做梦吧 王宝强把照片从垃圾桶捡起来 默默离开了 钱都用来洗照片了 他便总是饿肚子 一年春节 他整整一天没有吃饭 饿得去敲邻居的门 建来五个馒头 他一口气把馒头全吃了 噎得难受也不敢喝水 怕喝了水 馒头膨胀 把自己撑死 那时王宝强 混入了一个演员大院 也是几十人挤在一起 从1998到2002 四年间 王宝强认识的人都走了 只剩他自己一直坚持 他是万千北漂中的沧海遗宿 却也是最拼命的那一个 有一次拍戏需要被军官一脚踹倒 为了让表演更真实 王宝强直接滚到了河沟里 导演气得破口大骂 找个傻子来干嘛 后来他在笑装觅食里当替身 任务是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下来 王宝强爬上去 忍着腿抖 愣是连摔了好几次 导演喊咖的时候 手肘上的血已经染红了半截袖子 这样摔了两天 片场人人都知道有个替身叫王宝强 不怕死 别人假摔 他真摔 至于播出时他再拿一集 连他自己都找不到 2002年 王宝强碰上个骗子一样的剧组 不搭摄影棚 就在矿井里拍戏 原本的男主角被吓跑了 导演决定在本影门口 一千多个演员里 挑一个符合形象的人做男主 王宝强就这样幸运地入选了 这次拍摄十分凶险 有一次他们结束拍摄 从矿井里上来 不到两个小时 没矿就塌方了 但王宝强还是坚持了下来 《黄天不负有心人》 2003年这部叫做《盲井》的电影上映 王宝强拿到了鸡马奖最佳新人 一名惊人 不过片子太小众 片酬只有两千元 王宝强奖励自己吃了碗刀削面 给父母寄去一封信 和一千五百元钱 说自己在北京一切都好 《处女座》齐开得胜 王宝强不再愁眉戏拍 相反 他可以挑剧本了 这时 导演冯小刚找上门来 他十分欣赏 王宝强在《盲井》中的表现 邀请他出演自己新片 《天下无贼的男主角》 傻根 王宝强答应了 拍摄时依旧很拼 拍抽血戏 他就实实在在地真抽血 拍完后 胳膊都发青发肿了 轻易不夸人的冯小刚 在电影上映前预测说 这部戏要火 也就火他一个人 王宝强打电话回家 没和爹娘说这些 只说自己跟刘德华一起演戏 家人根本不相信 直到电影上映 家乡的影院门口 贴满了他的电影海报 后来 王宝强接下一部军旅片 拍戏前要进部队训练 王宝强偷偷给王银生打电话 说自己当兵去了 特种兵 拿的是真枪真子弹 王银生很惊讶 随后跟儿子说 自己从前当兵 干的是吹事班做饭的活 王宝强第一次觉得 和父亲聊得这么顺畅 2007年 士兵突击播出 成了当年最火的电视剧 王宝强红遍了大江南北 回忆起拍戏时的经历 王宝强想起编剧 曾愤怒地对自己说 我搞不清楚 你是许三多还是王宝强 你的表演 已经把我的思维覆盖掉了 第二年春节 他要上春晚 电话里 刘焕蒂告诉儿子 咱村的人说 你比其他演员有出息 他们只有一个节目 你有两个 2009年 王宝强在 《为了新中国前进》里 饰演董存锐 他把王一生拉过来 客串董存锐的父亲 回村后 王一生一遍又一遍地 看自己的客串镜头 邻居说 你是沾了好儿子的光 事业有成 也该成家了 王宝强结识了 西北大学的校花 马荣 第一眼看到他 王宝强就觉得 这是陪自己走完一生的人 2009年 两人秘密结婚 并生下儿子 王子豪 此后 男主外 女主内 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那几年 王宝强开始展现自己 在喜剧方面的才华 主演《人在窘途》 获得十八届北影节喜剧创作奖 太窘 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记录 还凭借哈喽树先生 获得俄罗斯海森威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演员 特别是和陈思成合作的 《唐人街探案》系列 让他成为国内影史 即吴京 黄博 沈腾后 第四位 主演票房超过150亿的男演员 丈夫名气越来越大 妻子自然跟着沾光 2011年 两人正式公开关系 并迎来了女儿 王子珊的出生 相识六周年纪念日上 王宝强携马荣一起走红毯 在记者面前 向妻子屈膝表白 而马荣正忙着享受 无数闪光灯的瞩目 眼神始终没有停留在 宝强身上 在王宝强亲吻他的镜头里 马荣表现出僵硬和尴尬 两人不像恩爱夫妻 倒像是不得已的强吻 2015年 王宝强为了给妻子 补上一场隆重的婚礼 带着团队一起前往国外 登机前的合照中 有网友发现 马荣和王宝强经纪人宋哲 似乎很亲密 之后 马荣的微博中 出现和宋哲 极为相似的漫画形象 眼尖的网友 已经看出了问题 可王宝强 直到2016年 才意识到这桩荒唐事 8月14日 王宝强发布声明 说明了马荣和自己经纪人 宋哲出轨 算计自己财产一事 他冷静 理智 毫不拖泥带水 起诉离婚 这段时间 王宝强的财产 被马荣和宋哲转移 银行卡里只剩下十几万 连诉讼费都交不起 王宝强只好向陈思成 借了300万 还不忘用这笔钱 纳税180万 但马荣还在用尽办法 挑战王宝强底线 先是在离婚案件判定期内 联合男闺蜜 撬开王宝强家的门锁 强行闯入 声称自己被王宝强家暴 他拿着剪刀又喊又叫 摆拍自己受伤的镜头 刘焕帝一个人在家 又惊又气 晕倒住院 不久被查出 患有脑瘤 可马荣依旧在采访中哭诉 一边说自己和宋哲 是非常纯洁的同事关系 一边爆料 王宝强经常坐飞机 到成都优惠情人 对此 王宝强除了公开声明 没有做出过多回应 最终法院开庭判定 马荣出轨 将儿子判给王宝强抚养 女儿由马荣抚养 宋哲也因涉嫌 职务侵占罪 获刑六年 一切真相大白 离婚大战的这三年 刘焕帝病逝 王宝强遭受了重大打击 子欲养而亲不带 是人生最大的伤痛 更何况 母亲在离婚事件中 一直担忧受气 经此一事 王宝强选择 不再对外公开自己的恋情 也拒绝谈论那一段 失败的婚姻 那之后 他消失了很久 把自己藏进了剧组 拍摄电影《少林四肢》 得宝传奇 圆自己八岁时的梦 为宣传电影 他做客访谈节目《十三腰》 不谈如今 谈起了过去 他回忆而时 爹还有力气 挥舞马鞭追着自己打 娘还在家中做饭 抚摸着他的脑袋说 拍啥电影 你说梦话 那时 他没钱买好吃的糖果 只能接别人的彩色糖纸 对着阳光看 糖纸在指尖 发出脆声声的响动 透过他 王宝强看到了一片 五颜六色的天空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